пот戅着 红鞋 你千万别跟那老太太 一般见识啊 她现在就是 神神叨叨 吞吞吐吐 阴阳怪气的 其实啊 她特想拆穿这事 可是她又怕拆穿以后啊 我跟强人闹别扭 她现在只有这么忍着 不过这忍着也倒好了 她不找找闹事了呀 她这是心虚 熬着呗 我跟你说啊 对于八博来说 有八博不能说 这才叫郁闷呢 我这儿已经到了 我就不跟你聊了啊 乖了 好好好 这儿是不嘉宾 这儿我不得了 都给你的 老板 就要不得了 有两个人 我这儿是他 我这儿就是 你找到 帅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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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得去啊 可是我不想去了 为什么不想去啊 去夏琳琳的孩子家都有钱 咱们家没那么多钱 你怎么知道咱们家没那么多钱呀 我告诉你啊 你爸爸呀 老能挣钱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妈 我不想给家里添加负担 如果咱家没钱我就不去了 没事 你这孩子真是的 怎么老有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 这钱的事啊大人考虑 你最重要的就是要好好学习 行了 别想了啊 走 出来吃西瓜 快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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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睡了 孩子睡了 睡了 是不是神跟月月说什么了 不会吧 您花钱都给的了吗 给了呀 刚才啊 月月跟我说夏琳瑛的事 我看这孩子真的想去 那夏琳瑛多少钱呢 八千 那你再看看还有这笔钱没有 记得还挺清楚啊 当然了 咱家现在这种情况 那必须也得计划着花 怎么样 不行就算了吧 要是别按他去了 回头我跟他说 那怎么行啊 咱们再省也不能省孩子呀 要不这么准呢 跟你爸妈借的 你甭想啊 我爸妈那钱都是一分一毛攒下来的 你甭想他那种 你丞讨一下 那可一天 那听我说 你還要换哪一路 来 霍梅 天王在你家吗 你让她接电话 不接 什么意思 你让她接 她不接电话的意思呢 就是 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是 别别别啊 你俩的战争 别打到我家里来了 老玉 你听我说啊 田婉的意思是说 希望你们俩现在都冷静冷静 冷静好了再见面 什么意思 我说老玉 你别跟我喊啊 田婉不见你 肯定有他不见你的原因 你也应该想想 在这个事情里面 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对不对 喂 喂 挂了 谢谢你啊 这有什么好谢的 我说你啊 赶紧想想 一会儿他杀过来了 你怎么应对吧 你不是让他别来吗 你想啊 他老婆跑了 他能不急能不找吗 我也不对 动手打了陈陈 他是来找我拼命的 他主角吗 要我说呀 也是那孩子太过分了 这话我不只跟你说啊 一会儿老玉来了 我一样这么跟他说 你说我们两个 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了呢 你啊 分析别人 你偷偷是道的 到自己怎么就 犯起糊涂来了 你不是说 要静观其变吗 现在正是变的时候啊 你可得抓住机会 掌握主动啊 我什么时候 掌握过主动啊 我 反正你得好好想想 一会儿老鱼来了 你怎么跟他交涉 我这心里乱着呢 我这心里 别呀 亲爱的 你这会儿可不能乱啊 你可是我的田军师呢 其实啊 你什么都明白 你就是面词心软 我看好你哦 你家老鱼真是以 迅雷不及掩耳 盗铃耳响叮当之事 光速就来了 我去开门啊 你想想怎么应对他 啊 行 丫大丰 别激动啊 有话好好说 听我 跟我回家 来 快走 我不想回家 咱们自己的事情 回家去学学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你来干吗 你既然来了就好好说 我告诉你啊 这是化媒家不是你家 你也收敛点 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吗 我一直都在给你留面子 千万 别以为你在化媒家 我就不敢教训你 余超凡 你要是想解决问题呢 你够好好地谈 你如果是来教训我的 对不起 请你回去 你给我站住 姚王 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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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正在气头上 说话容易伤人 你冷静 冷静 他都已经伤了人了 你怎么不问问他 做了成事啊 是 填丸打晨晨是冲动了点 但是晨晨这孩子说话 也太气人了 你打算管我们的私事是吗 不不不 我没打算干涉你们的家务事 那你就少插嘴 不是你们这帮八婆搬弄是非 我们家能闹到这个地步吗 老运 你生气我可以理解 但是也请你注意一下你的言辞 什么叫搬弄是非啊 你们两口子吵架 我们还紧着帮着劝填丸呢 那你至少应该反省一下 你和于晨有什么错吧 你别出了事把责任都往人家身上推 你们帮着劝 怎么了 这就难怪了 我说填丸这么一个弱女子 怎么会变得这么凶狠 合着你们就是这么劝的 我说你吧 你都把自己劝离婚了 非得把我的家都拆散了 你们才满意啊 于超凡 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我这跟你讲道理 你给我犯魂 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把他叫出来 我们马上就走 对不起 我没那个义务 你 你干吗 天王 你 天王你给我出来 你别大呼小叫的 天王 天王你给我出来 你在扰明我报警了 天王你给我出来 喂 喂 老爸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于叔叔来咱们家吵架来了 还骂我妈呢 你干什么你 你给我出去 这是我家 放手 出去 天王 天王 松手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走 天王 天王 你出来 你 你 你干吗 我白天睡觉你们闹 晚上休息你们闹 要不要人活啊 哼 对不起 这回啊 还真不是我闹 是他闹 你是干吗的呀 我 我住对门了 谁家不吵架呢 可是咱们稳稳点 行吗 你看这手机 有户外模式 有会议模式 还有静音震动 如果你吵架能静音最好 不行的话 那拨真逗 行吗 我说你这人真逗 我们夫妻闹别扭 关你什么事啊 你算得跟松啊 行行行 别在这添乱啊 你不能走 停会儿 这是我家 你不许少 行了 这儿没你事 你赶紧回去吧你 不走了 挺有趣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她 她 她是妇女之友 这个老女 外边都快打破头了 您老人家还真看了剧书啊 真沉得住气 那我不看书干吗呀 我在这儿翻跟头打滚而哭 你们都这么帮我 我不能坐着不出力呀 你这是什么歪理邪说呀 你看书就出力了 我看书是表明我的态度坚决 不为她的粗暴行为所动 你别说啊 你们家这个老鱼 平时看着思思稳稳的 这发起飙来还挺可怕的 他走了吗 走了倒好了 他在外边啊 跟那个妇女之友谈心呢 你说这人也挺有意思的 人家都是清关难断家务事 绕着走 他倒好 硬冲进来插一杠子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他 他呀那是职业习惯 职业 他干吗的 你不知道啊 他就是那个池塘啊 哪个池塘啊 广播里那个呀 他就是那个午夜池塘 你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 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父女之友 他是梅克娜 你好 你大没小的这孩子 这么巧啊 听明白了 你老婆打了你女儿 所以离家住走 你现在先把她找回去 我说你的八卦好奇心满足了没有 可以走了 我怎么记得 人家主任赶的是你啊 天晚不出来 我是不会走的 我挺好奇的 他为什么不出来 我怎么知道 怕你报复 或者是你对人家不好 他不想跟你过了 我又没做错什么事 他为啥不愿意跟我过呀 这 那 就是怕你报复吧 你说说我 你怎么对人家的 我怎么对他的 你应该问问他怎么对我的 他既不用上班赚钱 也不用操事家务 只是让他照顾好我女儿 可是他居然虐待我女儿 虐待这才是过了 行行行 你别给我口自言 就算现在没到这个地步 以后也会是这个结果的 那干吗不请保姆 我们家也没多少事 何况天晚又不用上班 干吗请保姆 我明白了 你是把老婆保姆当一回事 你甭这么乱联系 我哪儿联系的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而且老婆还不用付钱 免费的 我说你能不能不外屈我的意思 真是慌道 我跟你说这就干什么 我没外屈 我把你的意思再复述一次 你的意思说 你结婚娶老婆 为了就是照顾孩子 可以不用请保姆 那换句话说 你呢 有了老婆 就不用保姆了 是不是这意思 行了 那我想问问你啊 假如你老婆跟你回去了 你怎么办 打他一顿 我从来不打女人 你不打 你女儿打 你干吗老是用阴暗的心理揣摩我 你还没告诉我 你怎么办 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谈什么呢 关于我女儿的事 质问他 为什么打黑女儿 为什么这么恶毒 为什么像一个恶毒后妈 是吧 那倒不是 他一直对我女儿挺好的 而且还当过我女儿的老师 结婚以后呢 他也一直对我女儿挺好的 想跟你研究一下 他既然这么好 怎么变成这样的 是他的原因吗 还是 是你女儿 当然不知道 咱们聊这么久 我也明白了 不过呢 你们的家伙事我不管 可是呢 给你个建议 你得把这个原因找出来 夫妻两个闹别扭啊 一定有问题 说不定其中一个人 得负点责任 你说是谁呢 那用问吗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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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就是她不好 问题都是别人的 委屈都是自己的 真的是她不好 要不是她每天那 胡思乱想的 于晨也不会说出 那么难听的话 一神一鬼的 平地起风波 你也不想想 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干嘛疑神疑鬼的呀 她还不是老想打听我过去那些事 那要不是你自己什么都不说 人家哪然那么大的好奇心呢 为什么我再婚了 就要把我以前的经历说出来啊 婚姻法里也没规定这一条啊 那夫妻之间呢 还是要坦诚点好 你对人家都不坦诚 你还怪人家多心呢 她连这点信任都没用 我跟她坦诚有什么用啊 你是给我抬杠的 还练绕口令呢 你快绕死我了你 她越是想隐瞒 我就越是忍不住去想 她到底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过去啊 所以你跟踪她 我没跟踪她 你没跟踪她 你怎么知道 她跟她前夫见面啊 我知道了 你女儿跟踪她 她只是偶尔撞见的 张剑 就这么巧 这事没这么简单吧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张剑 你说说 我告诉你啊 不管怎么样 当初她要是坦诚一些 我们妇女俩 也不会被她伤成这样 为什么 你这么在意她的过去啊 为什么你这么在意她的过去啊 我为什么不能在意她 她的过去属于她自己的 她现在是我老婆 知道吗 你老婆 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呢 我说你 别给我装神弄鬼了啊 你快说 你到底明白什么了 我明白什么 有必要跟你说 这有关系吗 当然跟我有关系 咱们俩现在说的 就是我的事 行 既然你求我了 那我去告诉你 其实你求我了 其实啊 你并不介意她不跟你说 她以前的事 你也没那么八卦 你在意的是啊 你没参与她的过去 是吧 比方说吧 这个房子 你是男主人 每个房间你都能进去 就一个房间给锁了 你还没那把钥匙 生气啊 嫉妒 失落 行了 也不走了 我也不说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有分辨能力 以后的事你看着办吧 好 我休息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台湾痕 转的声音 我们也今天男嘉宾 让我们先动 老高 你怎么来了 你把棍放下 你跑我们家来闹事 我能不来吗 我不许你欺负我老婆孩子 谁是你老婆孩子 花梅 你别怕 我来对付他 你 爸 儿子 爸 李老爸这回出现的 即时不即时 爸 你真帅 帅什么帅啊 你过来 高锦铃 你怎么进来的 我有钥匙 你 高锦铃 你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听得美 你给我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走 他走我就走 我在等我老婆呢 天涵 你给我出来 把你老公领走 他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走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什么意思啊 啊 难不成我走吗 跟有钱人跑的那个数码 真的是你妈呀 妈 对不起 你认错人了 我 不是有你吗 你又怕有什么样子 你 给你说一下 你 不要了 我都怕你了 你不怕 一条擦汗 一条擦肚 万一客人经理酒 你在这儿脱了呀 你真好 对了 把灯落光了 你开个大灯 不嫌浪费店啊 那我活都干嘛呢 我看会儿报纸不行啊 看什么看 怎么来啊 强然 强然白天那么辛苦 哪有闲工夫看报纸啊 咱就是再省 也不至于省这点店 就是啊 你白天那么辛苦 晚上还不赶紧早点睡 看什么报纸啊 看报纸物价就不涨了 看报纸国家能发你工资啊 强然还说什么呢 强然 好 坐下看 累半天了 快坐下看 强然 坐这儿 没 没事 我站得挺好的 这小伙子跟那小姑娘 这是什么关系啊 我都怎么就没闹明白呢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小伙子 就是那个女孩的小情人 饭 人家的小专家 歌手 不是 妈 你们看着吧 我出去走走 这么晚了你 我出去走 你出去干吗去啊 我出去干吗 你出去就要穿件衣服呢 早点回来啊 妈 这么晚了你让他出去干什么呀 他要出去我还能拦着他呀 你呀 我怎么了 这 这有什么好看的 也行 挺好的 都漂亮 都漂亮 你怎么回事啊 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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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样 都这样 我一定会跳 你怎么回事 我去你 没什么 你哪里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倒不用了 行 明天你到我公司来一趟 好吗 那行 认识吗 认识 明儿见啊 嘿 怕 嘿 怕 怕 好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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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 你带回来啊 生意呗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碰见强人了 我让他明天到公司去面试 成不成就看他自己了 我能帮的就这么多了 随便吧 今天怎么不高兴了 我好心办坏事 说我听听 那我说你别生气啊 我怎么会生气呢 因为跟你有关系嘛 你不是介绍我认识邝国明的太太吗 对了 你今天 今天晚上不是请她吃饭吗 其实我让你介绍她给我认识 我是有原因的 真的吗 是啊 你 晨晨 你还有脸回来 我们这个家不欢迎你 怎么说话呢 这也是阿姨的家啊 当然不是 这是我们的家 我不管你跟我爸爸说了什么 就算我爸爸宽宏大量 不跟你计较 看你真的那么不要脸吗 还有脸回来 算了 还是走吧 别别别 爸 坐坐坐 我说晨晨 你能不能让爸爸和阿姨 先谈谈呀 有什么好谈的 他就是一个坏后妈 他虐待我 爸 你别被他的花言敲语骗了 他就是想挑拨我们两个的关系 他以前故意利用我接近你 趁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趁心而入 他太坏了 够了 你觉得这样侮辱人很有趣吗 我为什么不能侮辱你 人不自重 我后人辱之 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 干吗要接受别人的婚姻 当别人婚姻的第三者啊 你有劲吗你 我什么时候当第三者了 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 你父母已经离婚两年了 要不是你 我妈早就回来了 你以为后妈这两个字 多好听啊 不要脸 陈陈 怎么着 你也想在他那儿打我呀 别让你 的 правда 汪 你们 你 你 你